未成黑心由大賺1.5億 魏英聰起訴 以強愛國人健康之方式 來換取不義之財 犯罪情節重大 所生為愛甚聚 犯後又失口否認犯行 謝哲玉部署 毫無悔改之意 犯後態度不佳 建請亮處法定最重之刑 高太太你在看新聞啊 對啊 那個黑心的魏英聰 昨天終於被起訴了 真是大快人心 哪一個案件啊 去年的假油案啊 魏全前董事長魏英聰 為了壓低成本 七年前開始啊 向大同長機購入 本餐同業綠素的 低劣油品和棕櫚油 包裝成20項油品 販售大賺黑心錢 1億5千多萬耶 就連主管驗收發現啊 大同油品的脂肪酸異常 他卻說啊 要以成本為考量 要求修改放寬 驗收規格 讓劣質油順利驗收 他真的很沒有良心耶 而且啊 他為了避免結晶和沉澱 被看出還換包裝 所以連事情爆發後 魏全還用不實的檢驗報告 宣稱沒有問題 甚至啊 還想捐錢 換還起訴 真的很過分耶 姐媽昨天就將魏英聰 共13人起訴 魏全公司也面臨 2400萬的罰金 唉 他們真的超貪婪的 希望法官能重判他們 婚人 貪婚的 未至於 人生 天啊 感谢观看